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返回时 美娘仍然不受刺激 脑洞大开 出谋划策 技高一筹 我得称号的美娘 无端端把网友的风头全都抢了 这不招人妒忌吗 美娘一时成为后宫所有女人的宙室之地 乱入了这么多集 美娘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小boss 阴家叛变 当晚 姑娘正与李世民情深一浓 此刻就到 美娘为boss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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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武士预言的开始 本就背负着女主武士预言的媚娘 围救小正台制奴 杀了太宗宋的梁居 狮子聪 这么的高调任性 简直可以赶上王思聪了 这事步爽了一站众人 活是生的将媚娘推到了风口浪尖处 差点小命不保 不知不觉 媚娘来到了二十八级 在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徐慧 这个从媚娘闯荡以来 就一直跟她在一起的好闺蜜 在这集 将与媚娘了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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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情 就为了一个小脸的男人 这样真的好吗 再次经过后宫争斗 心服血雨 徐慧跟肖强联手踏上陷害媚娘之路 心地善良 聪明可爱的媚娘 还被瞒在鼓里 浑然不知 那只阴差阳错 徐慧的阴谋竟被闻娘发现了 没错 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又要妥妥地挂掉一个坦兄漏大头的美女了 说到坦兄漏大头 自从媚娘专被切 广电总局接到头所说 老漏兄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也有人说 是过敏商资源生气的 都看兄 谁看头发呀 于是构结湖南广电剪辑 其中缘要如何 也改变不了故事的发展 荒厨斗争 腥风血雨 还在继续 话说白眼姐肖强自从联手拨妹徐慧 竟自自残不说 卡卡两声 孩子流产 反陷害维飞 维飞哪里想到 就这么挂在自家人手里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但是没想到敌人的家属有时候也能是朋友 白眼姐肖强看到家族破败 不想苟活 只好打算与媚娘和徐慧同归于尽 好在媚娘命大 徐慧却因此留下了病急 故事来到叉叉集 本来媚娘与boss太宗的爱情 经历了来自女主武士预演的压力 太宗却倾到用身处 用假死剂把媚娘和李牧放走了 媚娘感动至极 欲回到了李世民身边 途中波澜壮阔 有惊无险 战场与大王相遇 战中为救大王一命 却死了李牧宝宝 废话这么多 媚娘闯江湖59级大boss李世民终于挂掉了 随后媚娘入了感业寺 削发维尼 没多久就被告知有了身孕 而且据说还是理智的鼓扰 回顾太宗嫁帮后的当晚 只奴抱着伤心哭泣的媚娘 难道他们在成行殿做了什么吗 编剧 你给个解释好吗 缺乏维尼的媚娘为腹中胎儿 计划离开感业寺 然而阴差阳错回到宫中的她竟有流产 所有证据指向王皇后 复仇之路从此起程 媚娘为了报复皇后 不惜成为制奴的妃子 由于杜中孩子已被毒害 媚娘性格大变 下定决心与皇后斗争到底 媚娘精心策划的复仇 最终让王皇后 小淑妃自食其果 然而幕后还隐藏了一个更大的主谋 高杨公主 为给情人报仇 高杨真是下了喊心 真是够脑残 但最后也被媚娘处决 经历了波兰曲折后 媚娘的心日益强大 媚娘被立皇后 帮助理智倾诉门法实力 大唐日渐昌盛 而理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皇储之争忽隐忽现 最终理智驾崩 唐中宗李显齐位 自无媚娘为皇太后 说干就干 李显打算任命为皇后之父为侍忠 哎呦 一不小心被媚娘抓住机会了吧 来个冲动的惩罚 媚娘以死为借口 将李显废除为奴陵王 最后媚娘杀暗男王李莹等宗氏十二人 又变杀顾太子李显二子 唐之宗氏被杀戮殆尽 其诱弱幸存者一流领难 最终夺谋礼堂的设计 为了闯关 媚娘也够费尽心挤胆 公元690年 满头白丝的五媚娘 身中黄袍头戴地面 在经历长久而艰难的闯关后 终于霸气登上泽天楼 称圣神皇帝 公元705年便是于上养宫 向年82岁 称泽天大圣王太后 与高宗李治合赠前礼 目前礼吴子碑不克一字 千秋公罪留待后人评说 就此结束他那传奇的一生 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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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